有關邏輯 兩重邏輯 if else 兩重的 另外第二個是多重的邏輯 就是其實工作裡面不外乎 可能就是 判斷兩種 或者是一種 一重兩重多重 那再來不外乎就是說那個交集and 跟那個連擊的敘述 所以後面當然 如果你這些邏輯都清楚的話 其實大部分工作應該都可以 透過邏輯去 把你要的結果給篩選出來 比如說像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那 怎麼從函數再到VBA OK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想大概 可以把前面的重點再回顧一下 這邊的話 我們大概有兩重邏輯 請各位開啟那個邏輯函數 邏輯函數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這邊大概123吧 大概就三階段 第一個就是 我們如果平定的話有合格不合格 就是 變成說 為True的時候是合格 為False的話是不合格 但是如果我多重的話就是 80分以上是A 70分是B 大概60分 C 反制就D 如果像這樣的邏輯呢 在 如果 內建函數裡面我們可以 找到那個邏輯 邏輯裡面 找到if if什麼呢 if這個邏輯 如果他大於等於 60的話 那就是什麼 60的話就合格 反制就不合格 那像這樣的邏輯 怎麼樣把它變成那個 VBA 其實重點是在 後面那個 VBA部分 在VBA裡面呢 如何撰寫 再來就是說 合格不合格的話 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如果大於等於那個 80分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 插入三個 一幅 所以第一個邏輯是 這個平均成績 大於等於 80的話 那就是給他一個 A 那反 反制就剩下 剩下就是 BCD 所以你還可以再插入 從前面這個下拉清單再插入一個if 然後這個條件 這個成績如果大於等於70的話 那就是B 剩下就是C 或D 所以 一樣這個地方再插入第三個 所以 一樣這個成績如果大於等於 剩下就是60分以上 那就是C 反制的話就是D OK所以 四個邏輯裡面 那我們會用到有 三個if OK多重邏輯 那這邊的話呢 前一個就有提過了 所以我們就 快速的把它做完 BC 80分 這邊大於等於 等於 大於等於 少打一個 OK 大於等於 80的話 所以你明白 80分剛好是A 然後呢 60分以上就是C 以此類推 可是如果在BBA裡面 那這樣的敘述該怎麼做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 把剛剛我們的 邏輯敘述 再衍生 出來 就是說 怎麼樣在BBA裡面的 也做完這一些事情 那第一個當然 一樣我們就是 在這邊開發人員裡面 一樣找到Visual Basket 如果說我要做剛剛兩種 把在BBA裡面做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兩重邏輯合格不合格 第二個是多重邏輯 那在BBA裡面又該怎麼做 那當然BBA裡面我講過啦 要不就是用Sub 要不就用Function 有沒有 Sub就是我們的 一鍵完成 按下去 然後Function的話就制定函數 H有這兩種 OK 那怎麼做 第一個當然一樣 跟剛剛 第一個 把開發人員BBA打開來 第二個各位可以看到 裡面完全是空的 那我在這裡面呢 一樣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不過特別注意喔 前面總結比較容易做錯就是 因為你可能沒有把前面的 那個Excel 檔案關閉 變成說你可能開了好幾個Excel檔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個 你們開好幾個 記得喔 你要找對的喔 找對的那個檔案插入模組 你不要因為之前有同學 明明 因為他開好幾個 結果一樣是插入模組 沒錯 可是問題他插入到別的 檔案裡面的模組 所以寫完還可以run 因為他沒有關掉的話還可以run 可是呢 關掉存檔 檔案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他存到別的檔案去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他找不到 結果檔案為什麼不見了 因為你可能插入到 別人家的模組裡面去了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是一個sub 插入程序 那這個程序裡面的話 假設說我今天是要一個sub的話 不過程式喔 基本上當然你們可以 自己再重打一下 或者從雲端上面撈一下 因為這個 這個程式不複雜了 只是說要再 打 再來的話我就 在這邊輸入一個什麼 乘7 假設我一個sub名稱 叫乘7 OK 那我要做什麼事呢 一樣喔 就跟剛剛一樣 跑一個回圈 所以我就直接打 4i 等於什麼呢 等於第2列 所以你就直接打 2到7 當然你也可以改成向下偵測啦 不過因為下面這個第8列有東西啊 所以你可能要把第8列的東西刪掉 打一個next 那做什麼事呢 接下來 就是我要輸出到 VBA這一個欄 這欄的話呢 就sales 錢瓜壺 i列的哪一欄呢 h欄 所以直接打h 等於什麼呢 等於合格不合格 不過問題來了 合格不合格的兩個 可是問題這邊是一個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多 學會一個邏輯判斷 那請各位在那個for底下 先打個if if什麼條件呢 那你可以看一下 if 我的1欄 所以你就打一個sales 依然 依然大部分都是 I列的依然 如果大於 等於 60的話 空一個 then 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if的邏輯判斷 他一定的結構一定是if 我先把全部打完 然後反之的話就ls 再一個n的if 也就是說呢 在那個vba裡面 他的邏輯敘述 一定長這樣 if 中間一個條件 條件是 哪一個儲存格 OK依然 裡面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 大於 等於 60分 後面一定要有個sales 中間一定有空格 如果我為true的時候呢 執行下面這一行 的邏輯 反之就是forse的話 執行下面這一行 但是一般有的時候 沒有 就是if沒有ls 也有可能有這種 就是一重邏輯 就是只要判斷true的 反forse的不要 那底下一定會有個endif 這個結構的話是固定的 這個是邏輯判斷的結構 你就把什麼呢 把剛剛那個合格不合格 放到哪裡呢 放到if的後面 我習慣按個tape鍵 縮牌下一階 這個地方呢打一個什麼呢 打一個合格 就是說呢 他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合格 反之的話呢 就不合格 所以這邊的話呢 一樣 再複製一個 這邊打一個 不合格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直接 再把這個delazer掉 多一行 OK 好 程式打完了 那我們一樣 來執行看看 執行到哪裡 執行到VBA這邊 如果把它執行看看 按執行 你會發現 合格不合格 馬上顯示出來 而且跟這邊的綜合評定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第一個我們已經把那個 這個合格不合格 改成兩重邏輯 兩重邏輯 那可是問題 如果我今天 我的成績 這個 我希望改成多重的話 多重的話是ABCD 那在那個VBA裡面 如何做 多重的 邏輯判斷 這還蠻重要 反正其實將來 你如果 懂得 這個邏輯裡面的 兩重 多重 這些其實我想 大部分都夠用 再來學習交集 跟連擊 一般處理 大家就綽綽有餘了 用來用去大概就這些 好那再來怎麼樣改成多重 合格不合格 這個程式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多重的話 其實也可以把什麼 把這一段 直接拿來改就可以了 那至於要怎麼改 也許如果可以的話 先試試看 提示一下 其實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else if 這種多重邏輯 無論哪一種語言 其實 長得也都差不了多少 OK 敘述起來 其實如果你熟悉 如果你完全沒學過任何 程式語言 當然VBA是最適合的 我覺得 所有 用過最簡單的 VBA應該算最簡單 而且VBA在eSale裡面有 非常極佳的主場優勢 因為沒有一個語言 處理那個eSale檔案 會比VBA來的更簡單 為什麼 VBA根本連開檔都不用 直接就在裡面了 其他語言要處理eSale檔案 還要麻煩 還要呼叫一些韓式庫 才能夠再開啟那個eSale 麻煩的要命 VBA裡面 直接來處理完全不需要做任何的 引用外部的韓式庫之類的 沒那麼複雜 直接可以處理資料 那這裡我想各位 先把那個兩重邏輯先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何把它轉換成那個 多重邏輯的部分說明 所以 第一個綜合評定合格不合格 轉VBA 待會再來看那個 多重 如何轉 在底下的部分 那另外如果你OK 這個OK的話 還可以想想看 自電函數 有沒有剛剛一樣 所以做法上差不多啦 只是說 裡面多增加了一個1幅的敘述